年轻人卖力展示自拍神器 手机补光等等 吸引了不少买家的注意 很爱乱想 然后想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需要什么 我们就会把它做出来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也是maker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品牌 他们到香港参展及看展长达14天 除了开拓国际市场 更要观摩世界潮流 被誉为亚洲采购平台的香港玩具及礼品展 每年吸引一百多个国家四万板家进场 今年有四百多家台商参展 其中皆家卖创意工具的最受欢迎 鹿角是浅子 也可以是挂钩 小熊是螺丝起子 既有实用性也是装饰品 他们说电子商务已经很方便 但参展还是有不同效果 我们以前的客人 他们也有来可能跟我们 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销售状况 或是怎么经营不同的方式 或是一些客户服务 或是价格的反应等等 政府积极推动新染相政策 不过这家文具厂还是主攻欧美市场 东南亚的话 他们当然是考虑到价格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欧美的 对他们来说品质是最重要的 价格倒是其次 台湾设计 台湾制造 成本是比较高 但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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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